01档案,我是Mike 克里夫兰,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座城市 位于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伊利湖的南边 这里曾是制造业中心 但1980年代开始,工业大幅衰落 大部分主要工厂关闭 克里夫兰市的经济走向衰退 并成为全美史上第一个需要联邦政府贷款 应对财政困难的大城市 Mal Pleasant是克里夫兰的一个区域 这里的平均收入低于整座城市 人口约17000人 绝大部分居民都是非裔美国人 由于经济的衰退 这个区域的很多人都染上了毒品 2007年6月的一天 35岁的克里斯托在街上游荡 想去买酒喝 早在13岁,克里斯托已经怀孕 20多岁时,他已经有了7个孩子 克里斯托走着走着 走到了帝国大道12205号 一个男人坐在门前的楼梯上 对他说 听到有免费的酒喝 克里斯托跟着男子入了屋 几天后,克里斯托的家人报警 说他失踪了 警方在得知他是个女瘾君子后 跟家人说让他们回去再等等 这些瘾君子经常都会消失一段时间 再出现 估计是他的毒瘾犯了 警方没有重视这个报案 因为在这个区有太多这样的情况了 时之炎炎夏日 没多久 帝国大道整条街上开始出现一股奇怪的臭味 12205号隔壁是一家开了多年的香肠公司 邻居们怀疑味道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2008年6月 31岁的蒂沙娜失踪 但家人并没有报案 似乎以前的他经常会失联个几天再回来 2008年8月 25岁的莱山达出门后 就再也没有回家 截至目前 这个区域已经有三位女性离奇失踪 没有人见到他们去了哪里 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同时 帝国大道12205号附近越来越臭 邻居们对香肠公司的抱怨也越来越多 这期间 香肠公司并非什么都没做 他们生产过程中严格遵守着规定 所有卫生措施都做足 但味道依然存在 在收到几十个投诉后 卫生部门来到香肠公司检查 认为问题来自于他们的下水道系统 香肠公司花了近三万美元 把整个下水道系统给换了 这下大家松了一口气 以为能摆脱掉这上头的恶臭 可惜 难闻的味道依然弥漫在整条街道 一个月后的一个夜晚 因吸毒家破人亡的凡尼莎游荡在街上 一个男人走过来 热情的跟他打招呼 说他叫安东尼 当天是自己生日 邀请凡尼莎一起去庆祝 还有些好东西给他试试 凡尼莎答应了 跟着安东尼走回这栋老房子 打开门 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安东尼解释 是隔壁香肠公司的臭味 安东尼没开灯 牵着凡尼莎一步步走上嘎吱作响的楼梯 虽然进屋后感觉不对 但凡尼莎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到了房间刚坐下 安东尼突然一拳打向他 凡尼莎还没反应过来 又一拳打了过来 随之而来的是安东尼的侵犯 不知时间过了多久 凡尼莎昏过去又醒来 昏过去又醒来 直到天蒙蒙亮 惊恐的凡尼莎再次醒来 见到安东尼在旁边踱步 自言自语 你会告诉别人的 你会告诉别人的 你会报警的 强烈的求生欲望 让凡尼莎冷静下来 她说她不会让任何人知道的 她是一个瘾君子 警察怎么可能会相信她的话 安东尼看了看她 思索了片刻 决定让她走 此刻天已经亮了 凡尼莎走出房间 安东尼紧紧在后面跟着 凡尼莎一步步走下 这人生最漫长的楼梯 耳边还能听见 身后安东尼的呼吸 她不敢回头 也不敢说话 生怕下一秒 安东尼返回 走完最后一级楼梯 经过一个房间时 凡尼莎看到了一样 让她头皮发麻的物体 几个黑色的塑料袋 套着一个人形的东西 从周围的情况看 应该放在那里很久了 凡尼莎瞬间也明白了 臭味从何而来 她故作镇定 装作什么都没看到 一步步向门口走去 安东尼开门给她 凡尼莎成功逃了出来 不过由于她有毒瘾 未免麻烦 她真的没有报警 凡尼莎是幸运的 她走进帝国大道 12205号后能活着出来 但之后的很多人 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 2008年10月 米歇尔失踪 12月 托尼亚跟家人说 出去办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她的车在安东尼家附近找到 托尼亚与安东尼认识多年 甚至托尼亚家人都认识安东尼 但没有人怀疑过她 托尼亚家人报了警 并在这个区域贴了很多寻人骑士 但这些海报每两天就被一个人撕了下来 一个星期后 格拉迪恩经过帝国大道12205号 站在门口的安东尼见周围没人 突然袭击了格拉迪恩 并把他拖进家里 极力反抗的格拉迪恩经过一番挣扎 幸运的挣脱了 他边跑边呼救 但周围的邻居没人理他 幸好没跑太远 他见到了一辆警车 马上求救 两个警员跟着格拉迪恩来到安东尼的家 在门口逮捕了他 其实 警员们对安东尼并不陌生 1978年 19岁的安东尼进入美国海军陆战队 服役期间表现良好 1985年退役 但在1989年 他因强奸未遂被判入狱15年 于2005年获释 由于他是个登记的性罪犯 执法机构会定期上门检查 安东尼有作案前客 这次格拉迪恩案件的证据也齐全 本来故事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 只要警方入屋搜查 他们就会发现这一间房子所隐藏的秘密 但接下来 警方一系列的操作 却让罪恶得以继续 也让更多的人受害 负责格拉迪恩案件的警探 佐治亚认为证据不足 最后把安东尼释放了 几天后 该警探去安东尼那 进行登记性罪犯的例行检查 他没入屋 仅在门口见了安东尼 奇怪的是 工作了多年的警探 竟然没觉得 安东尼家传出的臭味有问题 而被释放了的安东尼 也越发大胆起来 从2009年4月起 他先后侵犯并杀害了 短短6个月内 又多了6位受害人 至此 一共有11位女性 在帝国大道12-205号 遭到侵犯并遇害 大部分失踪人士的家人 都报了警 但都没有任何消息 2009年9月22日 当地警方又对安东尼 进行了一次例行检查 可是依然没有发现任何刻意 同一天 安东尼邀请拉通德拉 入屋喝一杯 两人在屋里喝着喝着 安东尼突然打向拉通德拉 并侵犯他 还用一条电源延长线 勒住他脖子 拉通德拉身体强壮 最终幸运挣脱 逃出了安东尼的家 并马上报警 他跟警方说 自己的内衣留在了安东尼家 可以作为证据 警方没有马上去审问安东尼 案子移交给了其他部门 并搁置了近一个月 安东尼家附近有家便利店 他每天都会去便利店买酒 从某一天开始 安东尼开始在这里买最大好的垃圾袋 并有一次问店主阿萨德 为什么不卖那些超厚的垃圾袋 当时店主觉得奇怪 因为一般家用的根本用不上那种 此外 安东尼还在这里买过一条 店员延长线 店主的太太 此前一直在店里帮忙 由于后来 街上的味道实在太臭 受不了 她直接不来了 2009年10月20日 路人唐纳德经过帝国大道12205号时 见到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 从二楼的窗户跳下 摔到旁边的草地上昏迷了 很快 同样没穿衣服的安东尼 从房子里冲出来 想要把昏迷的女人抱回去 路人唐纳德打了911 去到医院 昏迷的女人醒来后 他告诉警方 他叫萧恩 是自己不小心从窗户跌下去的 由于受到安东尼的威胁 他不敢告诉警方 他在房子里受到了袭击 和见过的场景 萧恩一口咬定 是自己摔下去的 警方没有做进一步调查 当地治安不好 警局里负责性犯罪的部门 每年都会接到几千个案子 但他们只有13个警员 2009年10月29日 该部门派了两个警员 去安东尼家入屋搜查 拉通德拉案件的证物 内衣 敲门时 安东尼不在家 但门也没锁 拿着搜查令的警员 直接进去 看到了 永生难忘的一幕 两个 不知道已经遇害了多久的受害人 就这样 放在房子里 担心还有其他受害人 警员们马上呼叫支援 并把现场封锁 大批警员和见证专家赶来 在整间屋和后院 找到了11个受害人 除了埋在后院的四位 其他受害人都藏在屋子里 且 仅用塑料袋包着 或衣服 简单盖着 警方马上通缉安东尼 两天后的万圣节一早 警方接到报案 说在安东尼家附近 看到了他 警方马上赶过去 此人给了一个假名 并说 自己昨晚已经被警方误以为是安东尼了 但警察对照了照片后 确认就是眼前的这个人 将他缉拿归案 庭审中 控方共有62位证人作证 辩方称 安东尼是因为小时候受到家庭的虐待 并且案发前一段时间 前女友因为安东尼染上了毒品 与他分手 安东尼深受打击 性情大变 而这11个受害者 都让他想起了前女友 这样的无稽之谈 并不能说服陪审团 经过三天的讨论 2011年7月22日 安东尼被判处死刑 从第一个受害者到第11个 总共历时两年半 作案地点和藏尸地点 都在安东尼的家 在这两年半里 有几位幸存者逃了出来 有些人报了案 但没得到重视 两年半中 警方其实有多次机会 可以发现安东尼家里的秘密 安东尼是登记的性罪犯 执法机构定期会上门检查 他们的确这么做了 却从来没有真正进入他的家 每次都是在安东尼的家门 与其见面 而在他家门前 执法人员竟然也没有觉得 传来的真正恶臭有可疑 克里夫兰市长 专门设立了一个调查小组 调查为何安东尼 这么久都没被发现 900页的报告显示出 当地警方系统的 重大失责与漏洞 当然 数不尽的案件 与有限的人手 也让他们不堪重负 随后 当地警方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并增派了警力 后来 帝国大道12-205号 被市政府推倒 邻居们也都陆续搬走 现在 这一带的房屋 已经全部拆除 变成一片草地 邻居家里藏尸 又有谁 敢继续住呢